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二百六十四集 那你自己尝试吧 我可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多待一秒 比冰冻还冷 宋京城说着 就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起来 准备要往上面慢慢爬上去再说 这里是雪洞 而且还是超大范围的 纪正廷拉住他 不让他乱动 他的脚现在是最大的困难之一 他不能走动 会缩减一大半的速度 宋京城对于这样的处境 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没办法 总不能就待在这里吧 宋京城有点急了 本来还指望着他这个守护神呢 他居然给自己三个字 没办法 先吃点东西 吃饱了再想办法 现在早就过了午饭时间 还好他们早饭吃得比较迟 我吃不下 早上的时候 吃了那么大的一个三明治 现在一点都不饿 那就喝点热水 纪正廷将踹在怀里的口袋里的保温杯拿出来 给他倒了杯热水 宋京城动得四肢都怪不听使唤了 现在最需要这杯热水了 他接过来 双手捧着取暖 然后迫不及待地喝了 我猜这场雪会越来越大 我们在不能很快出去的情况下 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纪正廷一边说着 一边在茫茫的一片雪景中 瞭望了一眼 你还真想在这里待下去啊 宋京城完全猜不透 他到底怎么想的 从这儿爬上去 没你想得那么容易 而且你现在脚受伤了 不能用力 我得背着你往上爬 所以行程只会更慢 纪正廷下来的时候就发现 想爬上去的话 光是他只身一人都不太容易 更何况是背着宋京城 而且现在雪越下越大 地上积着厚厚的雪 更加不利于往上攀爬 宋京城想了一下 要不这样 你先爬上去找人来救援 我待在这里等你 别说这种没可能的话 准备一下 马上开始试着出发 纪正廷像是变魔术一样 又拿了一条围巾和手套出来 给他戴上 这哪来的 纪正廷不语 只是拿围巾 将宋京城包得严严实实 他现在倒是很庆幸 昨晚在山上的时候 买了这套围巾和手套 本来还有帽子的 可能是下山的时候 不小心给弄丢了 他不说 宋京城也猜到 是他给自己买的 不仅是身体一下子变得暖和起来 心里也是暖哄哄的 不过很快的 他又言归正传 纪正廷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与其我们两个人都被困在这里 倒不如你先上去 找人来救我 这是最好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而且我也相信你的体能 天黑之前 你一定能到上面的 他不想让纪正廷这样陪自己在这里受斗 而且雪越下越大 山下的气温也越来越低 地上是积雪 寒气很重 头上的树枝上 也是一层厚厚的积雪 寒气笼罩下来 他们等于是被积雪包裹在中间 一夜过来 即便他们能熬过来 恐怕也冻僵了 就算我天黑之前到上面又怎么样 他们不可能冒着黑夜展开救援 况且我上去 不见得能找到救援园 再或者 这个时候山上可能已经封路了 我上去也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 他不可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 哪怕就是一起死在这里 他也会寸步不离地跟他在一起 他们明知道有人遇险 凭什么不救援还封路啊 宋清城觉得 他说的话不太可能 或许 他是在找借口 不把自己丢在这里 这些不能用凭什么来定乱 警方那边考虑范围 不能以我们俩为中心 当然 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救我们的 可是我这样 会连累你的 所以 你就得听我的 季壮婷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 然后自己处理自己手上的伤势 基本上都是些划伤 并没有什么大碍 宋清城看着他手上的伤 还有脖子上 好像也被划伤了 他摘下手套 朝他脖梗的伤口伸过去 你这里也划伤了 小伤 不算什么 宋清城从包里找出一包湿巾 将湿巾的水拧干 又从保温杯里倒了点热水出来 将湿巾放进热水里 你干嘛 我帮你擦擦 宋清城将热的湿巾拿出来拧干 帮他脖子上的伤口擦了擦 季正廷隆起的眉心微微松开 他刚才不是故意要凶他 只是觉得 热水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取暖的东西 一点一滴都不能浪费 两个人都收拾准备好 季正廷将水壶揣在外套口袋里 一包吃的让他拿着 宋清城脚不能走 只能由他背着 但是他们这样的计划 并没有走几步就宣布失败 雪地里太滑 季正廷背着他根本使不上力 基本上是走两步就要滑一下 甚至几次他都滑得跌跪在雪中 宋清城实在是看不下去 季正廷 你快放我下来吧 这样不行的 季正廷也意识到 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 只好小心翼翼地把它放下来 宋清城扶着一棵树下来 脚上火辣辣的疼 根本不敢放在地上 你在这儿别动 我去去就来 季正廷想去找一根结实一点的树枝过来 可以做拐杖撑着走 这种大山里 树枝并不难找 季正廷很快就带着一根粗一点的树枝回来 宋清城见他拿着树枝 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季正廷 其实我也可以住着树枝慢慢爬 我觉得比你背着我走得更快一点 你的脚不能用力 万一造成骨折的话会很麻烦 季正廷现在也不确定 他的脚是错位还是骨折了 不过他觉得 应该是错位的可能性更多一点 如果是骨折的话 宋清城应该受不住那种疼 所以 绝不能让他的脚 遭到二次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